为了获得更好的飞行体验,请使用最新版本固件进行飞行 本视频将介绍如何进行固件升级 你可以选择DJI Fly进行升级,也可以通过DJI Assistant 2升级 升级前,别忘了给电池充足50%以上的电量 使用DJI Fly进行固件升级 开机,并连接遥控器和小飞机 当手机连上网络后,DJI Fly会自动检查设备版本 如果有新固件发布时,APP界面会有相应的提示 进入升级页面,点击更新 在升级过程中,不要断电或退出APP 升级完成后,小飞机会自动关机 重启后就可以开始飞行 使用DJI Assistant 2进行固件升级 用DJI Assistant 2升级 需要分别为飞机和遥控器升级固件 开启飞行器电源 用USB数据线,将小飞机连接至电脑 打开DJI Assistant 2软件 登入DJI账号,并选择设备 等待软件自动刷新固件列表 选择最新固件,点击升级 升级过程中,同样不要关闭飞行器电源 DJI Assistant 2软件不断开数据线 升级完成后,飞行器会自动关机 遥控器的升级操作也是一样的 打开电源开关,通过USB数据线连接遥控器和电脑 选择设备和最新固件版本 升级完成后,遥控器自动重启